以西节书第22章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审判吗 你要审判这流人血的城吗 你要使这城知道他一切可赠的事 你要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这城中有流人血的事 他制造偶像 玷污自己 以至他受审判的时候来到 以你流了人的血 你就有罪了 以你做了偶像 你就玷污了自己 这样你使你受罚的日子临近 遭报的年日来到 我使你成为列国辱骂 列邦讥笑的对象 你这混乱喧嚷 民被玷污的城啊 那些离你近的和离你远的 都必讥笑你 看啊 以色列的领袖们 试着自己的能力 在你里面流人的血 在你里面轻视父母的 在你中间 有压迫寄居的 和欺负孤儿寡妇的 你藐视了我的圣物 亵渎了我的安息日 在你里面 有好缠棒的人 他们要流人的血 在你的山上吃忌肉 又在你中间行淫乱的事 在你里面 有暴露父亲下体的 有侮辱在经济中 不洁的妇人的 在你里面 这人与灵社的妻子 行可赠的事 那人行淫乱 玷污自己的儿媳 还有人侮辱自己的同胞姐妹 在你里面 有接受贿赂而流人血的 你借钱给人 收取利息 并且多药 你用欺压手段 向你的灵社榨取不义之财 你更忘记了我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看哪 以你所得的不义之财 又因在你中间所流的血 我就拍掌 到了我惩治你的日子 你的心还能受得住吗 你的手还有力吗 我耶和华说了 就必实行 我要把你分散在列国 四散在万邦 我要从你中间消除你的污秽 你在列国眼前被玷污的时候 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以色列家在我看来已成了渣子 他们都是炉中的铜 锡 铁 和铅 就是银的渣子 因此 主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既然都成了渣子 所以 我要把你们集合在耶路撒冷城中 人怎样把银 铜 铅 铅 锡 集合在炉中 吹火 使他们融化 我也照样在我的怒气 我的烈怒中 把你们集合起来 放在城中 使你们融化 我必集合你们 把我烈怒的火 吹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在城中融化 银子怎样在炉中融化 你们也必照样在城中融化 你们就知道 我耶和华把我的烈怒 倒在你身上 耶和华的话 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对这地说 在愤怒的日子 你是没有雨水 没有甘霖之地 其中的先知叛逆 像吼叫的狮子 撕碎猎物 他们把人吞吃 抢夺财物和珍宝 使其中寡妇的树木增多 这地的祭司 违反我的律法 亵渎我的圣物 他们不分别圣俗 也不教导人分辨 什么是洁净的和不洁净的 又眼目不离我的安息日 以致我在他们中间被亵渎 其中的官长 好像撕碎猎物的财狼 流人的血 灭人的命 为要得不义之财 这地的先知 用灰泥给他们粉刷墙壁 为他们见虚假的异象 行骗人的占卜 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其实 当时耶和华并没有说话 这地的人民常常欺压人 惯行抢掠 亏待困苦穷乏的人 毫无公理地去欺压寄居的人 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园 在我面前为这地站在破口之处 使我不毁灭这地 我却找不到一个 所以我把我的愤怒 倒在他们身上 用我烈怒之火消灭他们 把他们所行地 报应在他们的头上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我老婆的宣告 我老婆的宣告 是一步的宣告